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五节 雅各为约瑟祝福的时候说 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 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 地里所藏的福 以及生产如养的福 以及生产如养的福 都赐给你 这是信仰的传承 约瑟传承了父亲的信仰 初爱及其六章三节 神说 我从前向亚伯拉罕 以撒亚各显现为全能的神 至于我们耶和华 他们未曾知道 在渐渐的启示里 我们能更多的认识神 知道他 而我们的子孙 能在我们教导下 又在我们基础上 更上一层 进到神那侧不透的丰富力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信仰的传承 我们思想 信仰的传承 这个题目 所读的经文 在旧约圣经 深密记十一章 十三到二十一节 深密记十一章 十三到二十一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一人的路 你要专心依靠主 不要自以为聪明 常常把圣经的教训 牢牢的记在心 主保守你 赐恩给你 他也要为你保持一 温去的心 你要远离 温去的诗 你要作弊 一人的路 好想沉昔 渐渐照亮 越照越明 你要专心依靠主 不要自以为聪明 尝尝把圣经的教训 牢牢的记在心 尝尝把圣经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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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作异 你要作弊 一人的路 好想沉昔 渐渐照亮 越照越明 你要专心依靠主 不要自以为聪明 尝尝把圣经的教训 牢牢的记在心 度暴手 你依次愿给你 他也要为你 八路借 温去的心 你要远离 温去的诗 你要脱壁 一人的路 好想沉昔 前前照亮 越朝越冰 你要专心依靠主 不要自以为聪明 常常把圣经的教训 老老年纪在心 生命纪第十一章 十三到二十一节 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 按耶和华你们的神 尽心尽兴侍奉祂 祂必按时将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 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 辛酒和油 也必使你吃得饱足 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 你们要谨慎 免得心中受迷惑 就偏离正路 去侍奉敬拜别神 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 就使天闭塞不下雨 地也不出产 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 速速灭亡 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 留在意中 细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 无论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 起来 都要谈论 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 并城门上 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 在耶和华 向你们列祖启示 应许给他们的地上 得以增多 如天赴地的日子那样多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生命纪十一章十三到二十一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九节 生命纪十一章十九节 经文说道 要教训你们的儿女 无论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生命纪十一章十九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生命纪十一章十九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要教训你们的儿女 无论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生命纪十一章十九节 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信仰的传承 当儿童长大到 可以把握信心的概念时 他们应该建立起 把在教会里 学到的经文 带回家的习惯 他们应该在吃饭的时候 能对父母亲背圣经 若有可能 应该把经文写下来 放在特定的口袋里 例如他们把钱 放在一定的口袋里 这个口袋成为一个 特别宝贵的口袋 有关好行为的经文 比如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加拉太书 以及希伯来书 都可以珍藏 在这个口袋里 没有人可以认为 他太聪明 而不需要背圣经 或是小看儿童背经 我真希望 儿童背经的活动 能够更加广传 在很短的时间里 我们会看到 这些属基督的人 对圣经的认识 有长足的进步 他们的口袋 有更多的经文 而且渐渐学得 全本圣经的话 美国著名作家 神学家 布赫纳说 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 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 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 交汇之处 在这交汇之处 有个精彩的故事 旷野玛纳 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 图写精彩的故事 今天我们思想 信仰的传承 这个题目 16世纪的欧洲 经历宗教改革 把偏离圣经的教会 带回圣经 让教会开始归正 然而 到了21世纪的今天 许多欧洲人 在信仰上 已经不再 像他们祖先那样敬虔 现在欧洲有许多 宏伟的大教堂 有着极丰富的 属灵遗产 但那些敬虔欧洲信徒 他们的儿女 子孙 很多已经离开 他们先祖的信仰 许多大教堂 前来聚会的人数 少得可怜 每每想到这里 就越发让人留意到 信仰传承的话题 作为与神立约的子民 当初摩西把神 在西乃山上所说的话 告诉百姓 并问他们 是否愿意接受职业条件 领受职业应许的时候 他们是一致同意的要遵守 初摩西纪十九章第八节记载 百姓都同声回答说 凡耶和华所说的 我们都要遵行 墨西做了中保 就上山 将百姓的话 回复耶和华 圣灵纪六章四到九节 经文说 以色列啊 你要听 耶和华 我们神 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兴 尽力爱耶和华 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因勤教训 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也要细在手上为记号 带在额上为经文 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耶和华是独一的 除他以外再无神 马可福音12章32节记载 那文士对耶稣说 夫子说 神是一位 实在不错 除了他以外 再没有别的神 要坚信 这个显而易见的真理 这样可以远离拜偶像 神是独一的 但并不独存 神只有一位 就是有父 有子 又有圣灵 哥林诺前书八章六节 保罗解释 然而 我们只有一位神 就是父 万物都本于他 我们也归于他 并有一位主 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 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神仙启示他的独一 再启示他的三一 我们敬拜的独一真神 存在于三个位格中 而不是三位独立的神 在进入江南地之前 摩西要百姓记住的 最大的诫命 就是 爱耶和华 你的神 因为这是一条包含所有诫命的诫命 所以这句话不断出现 一再重复 摩西叮咛百姓 爱耶和华 你们的神 行他的道 专靠他 尽心尽信 侍奉他 当一个律法师 要试探耶稣 问耶稣说 夫子 律法上的诫命 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耶稣的答案是一样的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爱主你的神 我们勿要认识耶和华 竭力追求认识他 要因为知道神是谁 照着神所当初的敬畏 敬畏他 把神应得的归给他 不因为无知 得罪他 神希望得到的是 我们对他的爱 不只是对他的敬畏 保罗说 命令的总归 就是爱 你若爱神 就会不吝惜 把所有的一切 都献给神 付出 不一定有爱 但有爱 一定会甘心付出 要传承信仰 就要尽心爱神 而且不只是尽心 也要尽知爱神 要认识神 明白爱他的缘由 信仰不能传承 第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 都信得不清楚 这神既认识不深 也没有经历 就难以把信仰 传给后代 不认识神 就不能正确地 向神行事 你若只在口里说 却没真正敬畏神 把神当神 那你的孩子 就会怀疑 你信的到底 是不是真的 你口里说 你是基督徒 但你每天的生活 并不是被神的话语 引导 还是照自己的意思 那你的信仰 却没有说服力 不但如此 挂名的基督徒 家里的孩子 可能比不信主的人 家里的孩子 还要坏 这一点都不用讶异 葛培里牧师说 我们的生活方式 若不照主的教训而行 会让不信主的家人觉得 圣经的真理 不过是假话 他说 你的孩子若看见 你的基督教里 没有喜乐 他们就不会受吸引 他那么看见你 去看球赛 或者看电视 就很兴奋 对鼠林的事情 却无精打采 他们很快就体会到 基督教对你是 没有多大意义的 他们就不会信 一个基督徒 如果对基督表现的 毫无光彩 你的儿女就不会被 吸引到耶稣跟前来 但你若完全的奉献 很认真 就让人感到 你所侍奉的神是真的 唯有跟主长长久久 紧密地生活在一起 才会让周围的人感受到 你的喜乐是真实的 恒久的是满足的 那是与真理合一的结果 你住在主里面 主的话在里面 你就靠主多结果子 人们就认出你是他的门徒 你若不爱神 虽然不会记住他的话 因为你不信他的话是真理 真正的爱神 遵循他的话语的 这样的基督徒 就蒙神赐福 他们尝到主的滋味 就更信神 更爱他 更渴慕要多知道 要更多的经历 结果呢 就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跟知识上不断地长进 孙大中不愿意利用姐妹 指礼拜天 主日 听一篇道而已 就感到够了 不想再多花时间学习 所以旷野玛娜节目 是每天播出 每天都有新的内容 因为我们要抓紧时间 明白神全辈的真理 做父母的 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做牧者的 要殷勤教导你的会友 不但在宫中的聚会里 要讲论 就是在个人的家中 也要殷勤讲论 我们看 十度新传二十章二十节 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 你们也知道 凡于你们有益的 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 或在众人面前 或在个人家里 我都教导你们 对于神的话题 不是偶然提一下 偶然谈一谈 要像我们的手 或者我们额头一样 那样的接近 像我们的门柱 跟大门一样 就在我们眼前 当你阴晴 向儿女们传输 神的知识 你个人的知识 也比加增 你要教导儿女 自己就得 先切心研究 这就督促你 不能嫌懒 你若爱神 必然渴望 你的儿女 跟你一样爱神 当你信主的时候 你心里会盼望 凡属你的人 包括你的家人 都能像你一样得救 生活中 就要常常有敬虔的交谈 用各样的机会 跟身边的人 谈论神的事 你自己要尽一些可能 熟悉神的话 以致在需要的时候 随时用出来 你愿明白神的话 就愈会约束自己 不犯罪 引导并且激励自己 尽本分 在人前 就会有好见证 摩西叮咛以色列百姓 进到加南帝之后 不要只把心思 放在神的赐福上 而不是赐福的神身上 甚至以神的赐福 代替了神 只要繁荣发达 而不要神 又或者在繁荣昌盛中 把神忘了 要谨慎成功带来的危险 摩西要以色列百姓 看进入加南美帝 是事实 不是梦想 警惕他们 不要在蒙福的日子里 忘了神 亨利马太说 世界向我们微笑 我们就急急忙忙地迎上前去 指望从世界得到快乐 而忘了神 是我们永远的福分 并且是唯一的安息 越是蒙福 越要谨慎 有句话 苏纳中牢牢记在心里 声望和奉承 对基督徒的危险性 远比逼迫要来得大 因为会引诱你的心 渐渐离开神 要保辱自己 不在顺利成功中 把神忘了 那就要在凡事上荣耀他 敬畏他 侍奉他 紧接自己 从内心深处排斥 任何冒犯神的想法 常常思想神的伟大仁慈 记得他在你身上 所做的一切 信心能让神得到 应得的地位 又使人站在 适合神赐福的位置上 一个人有了爱神的心 他行事就甘愿 所行的就蒙神赐福 要传承信仰 神的律法 跟遵行他旨意的愿望 就必须是 写在我们心板上 弟兄姐妹 你是经历过神恩典的人 当你的儿女 问起你的信仰问题 要明白其中的意思的时候 你要向他们做见证 不但回答他们所问的 就是他们没有问的 你也该告诉他们 十篇七十八篇第四节 世人说 我们不将这些事 向他们的子孙隐瞒 要将耶和华的美德 和他的能力 并他奇妙的作为 述说给后代听 苏纳中在《生命纪》第六章的解经书上 读到这么一段话 通常 繁荣带来的背道 对下一代的影响 比对现在的影响更大 我们在成长过程中 期待着这样的繁荣跟祝福 却不了解带来繁荣的悔改 跟顺服神 与神同行 你不为神做见证 不把儿女带到信仰里 他们就无意悔改 无意顺服神与神同行 而只要富足 就把信仰丢了 就像今天的欧洲 信仰带来富足之后呢 几代人过去以后 子孙就只要富足 而远离大教堂 回到世界里去了 你要告诉你的孩子 你是如何跟耶稣建立个人关系的 要告诉他们 神国度了蓝图 你在其中的地位 你现在在哪里 你要到哪里去 做儿女属灵的向导 他们才容易跟得上 一旦你的子女明白 他们必须跟耶稣建立同样的关系 自然会信而受洗 归入教会 这是教会增长的秘诀 一旦你子女信得很清楚 长大以后 他不但会持守信仰 而且主动传承给他的后代 缅南教会里 有句形容信主的人的俗愿 一代亲 二代名 三代亲名 反之 一代不清 二代不明 三代行踪不明 那苏大中前边的分析 可以稍微解释这个现象 神要我们世代代都爱他 复活了主耶稣 不问彼得别的 就问他 彼得你爱我吗 并且责备以赴索教会 离弃了起初对他的爱 我们的儿女只是听说 我们信仰上的事情 风文有神 经历过这一些的我们 要告诉他们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没有经历过 因此让我们寻查 我们在神面前的表现如何 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得地为业 不在于他们自己兵强马壮 在于他们能守住信仰 他们信仰本身就是力量 因为有神的应许作为后盾 要传承信仰 就要有计划地把自己所学到的属灵功课 教导孩子 神的话语应该成为我们跟子女谈话的主题 但儿女们也知道要爱神 行他的道 专靠他 知道怎样敬畏神 过圣洁的生活 也知道怎样行能讨身喜悦 他们既然拥抱 基利心身上的祝福 远离野八路山的咒诅 那么无论到哪里 他们都必蒙神赐福 经上的每一句应许 都是他们的 当主的道 大到兴旺 而且得胜 神的家就绝对不会荒凉 就是这样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圣灵的果子》 圣灵结的果子 是人海喜了和平 人海安慈又良善 圣灵结的果子 是心事温柔皆知 这样的事 无法无尽致 有不良 有不良 有顺从圣灵的人 他们必见美黄国子 有不良 有顺从圣灵的人 他们必得永恒 永恒上平 他们必得永恒上平 圣灵结的果子 私人海喜了和平 人海安慈又良善 圣灵结的果子 圣灵确定国子 是心事温柔皆知 这样的事与法不坚决 有福良 顺住圣灵的人 他们一切为保国残 有福良 顺住圣灵的人 他们一切勇敢 请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提摩泰心里有无畏之信 这信是源于他外祖母罗伊 跟他母亲尤尼基的心理 提摩泰传承下来 在保罗的带领下 成为你国度里被你重用的工人 能把所领受的教训 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现在今天的信息 帮助我们再次看重信仰的传承 向我们坚定心智 像约书尔那样说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主啊 以你为神的 那国是有福的 你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 难民是有福的 帮助我们不因为疏忽 叫前程人没有了 主啊 桑摩尔的儿子 不行他的道 大卫很多孩子也不像样 祭司已立了两个儿子 背逆你 惹动你的怒气 愿得化光照我们的心 叫我们事事负起 时代的责任 教养儿女 使他们走当行的道 虽然到了他们也不偏离你 帮助我们把今天的道存在心里 留在意义中 因为更明白真理 起来堵住破口 为你的真道征战 把下一代挽回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纳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悦神 赐福给您 中文字幕志愿者 赐福给您 中文字幕志愿者 赐福给您 中文字幕志愿者 赐福给您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赐福给您